何不一黨委副書記劉軍 臨終前的懺悔 歡迎收聽《新時角聽新聞》 以下文章的作者是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劉秀鳳 文章發表於名慧網 回想起我的前夫劉軍 她身前迫害法輪功而造下的罪業 她臨終前的懺悔 仍然是歷歷在目 法人心醒 劉軍原本是河北省 來水縣文化館的一名演員 以演唱西河大鼓 京都大鼓 上升等曲藝為專長 後來劉軍考取到文化站 沒有任何社會背景的支撐 劉軍先任永陽鎮文化站站長 後任鎮政府辦公室主任 又任永陽鎮副鎮長 之後任永陽鎮黨委副書記 退休前任來洋社區副主任 我和劉軍原本是結法夫妻 都在永陽鎮政府上班 我在司法所工作 1996年初 我開始修煉法輪功 一個月之內 胃病、神經衰弱、做噩夢、腎結核、尿毒症、肺結核、腦炎後遺症等 十幾種病全都好了 體重由70多斤增加到105斤 1999年7月20日 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大法 那個時候劉軍任永陽鎮黨委副書記 因為我不肯放棄大法修煉 為了轉化我 作為丈夫的劉軍 聽命於 願鄉兩級政府機關和政法委610的指使 事上對我大打出手 問我還練不練法輪功 我面上身上總是青一塊紙一塊的 他還用離婚來要脅我 而鎮黨委政府就以開除我的工作來要脅我 2001年3月 就在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 劉軍和我離婚 我還未出看守所 還未拿到離婚證書 劉軍就再婚 正好那個時候 一位親戚找到我母親 想介紹劉軍去當鎮長 說 這回可好了 劉軍可以升正職了 我的一個同學在三波鎮任書記 想調一個有魄力的鎮長去幫他 我說我有一個親戚叫劉軍 現在在永陽鎮任副書記 他練副力強很有魄力 可以將他調過來 三波鎮鎮長很高興地說 找個時間將組織部的人找來 一起吃頓飯 然後就用組織關係調過來就行了 我媽媽說 哎 好是好 但是劉軍已經和秀鳳離婚 現在秀鳳還在看守所關著 秀鳳也沒有拿離婚證 劉軍就又再結婚了 我的親戚很生氣 算了吧 他這個官是當到頭了 這條事我不跟他牽 人家一看這個人 因為妻子練法輪功 就和正在被關押的結法妻子離婚 那不是落井下石嗎 人家也不敢接受這種人 退休前 劉軍也僅僅是內洋社區的副主任 等於是降了職 2001年3月 劉軍在婚後不久得了老血山 留下了後遺症 走路一拐一拐 面部浮腫得走了刑 2014年初 劉軍又和再婚的妻子離婚 2015年7月 劉軍再次嚴重腦出血 出血量超過了腦中舒腺 在來水縣醫院 醫生在他的頭上作了個洞 將一些乳血抽了出來 醫生說這種情況的最終結果 一個就是生存期很短 或者幾個月 或者一年半載 一個就是成為植物人 我的兒子找到我 叫我照顧他爸爸 我在照顧劉軍期間 和他整理書籍的時候 偶然發現一張 中共學北省來水縣委員會 曾經被時任永陽鎮 黨委副書記的劉軍 攀發的榮譽證書 內容是 劉軍在2000年度 解決和處理法輪功問題工作中 成績顯著 2001年3月被評為先進個人 劉軍得到榮譽證書的時候 正是中共迫害法輪功 最瘋狂的時候 也正是他和我離婚的時期 在來水縣委政府政法委610的施壓下 劉軍曾經往死裡的打我 逼我放棄法輪大法修煉 強逼我要和他離婚 劉軍也參與了迫害其他法輪功學員 中共的這張所謂榮譽證書 足以使他興奮不宜 助長了劉軍 跟蹤共惡黨走 迫害法輪功不為餘力 這張榮譽證書 既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鐵證 也等於同時被劉軍 這個生命下了一份死刑判決書 在他的影響下 原來水縣永陽鎮派出所所長 也和修煉法輪功的妻子離婚 2015年7月 劉軍再次嚴重腦出血 我在來水縣醫院照顧他的期間 我給他聽大法師傅的說法錄音 他很快就醒過來 出院之後 劉軍徹底的癱瘓在床 回家後 前期 劉軍的意識還是很清醒的 他總是自言自語的說 共產黨騙了我 我上了共產黨的檔 我問他 共產黨怎麼騙你 他說 那麼多年來 搞計劃生育 徵收工糧 徵收稅款 各樣工作我都是衝在前面 賣了命的和共產黨做 鎮壓法輪功 我連你都不要 到頭來 我是淒淋子散 連個政績都沒有 現在共產黨還欠我好幾年的工資 都還沒給 共產黨就是卸磨殺怒 我真的很後悔 為什麼對共產黨這麼死心塌地 其實 劉軍和中共做的越多 犯下的罪孽就越大 劉軍自己說 九評共產黨說 共產黨是邪教是魔鬼 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將共產黨的邪惡 說得是淋漓盡致 中共是斜頭了 當時 他們叫我要將你打殘 說寧可養個傻的 壞的 也不能讓你再練法輪功 也不能讓你到處去 因為你的目標太大 影響力太大 我當時就是想保護你 但是也保護不了 我其實也不願意打你 但是如果我不打你 他們會打你 他們打得就更狠 每次他們將你抓到靶場 或者是黨校迫害的時候 兒子小賊和我晚上都抱頭痛哭 我們離婚後 小賊一直吼吐大哭 叫著說媽媽回家媽媽回家 晚上他高消到40度不退 兒子是急火攻心 差點沒了條命 為了有人管教兒子 不得已 我才再分 但是 從此兒子承受了天大的打擊 鎮政府大院的人 那些親戚 老師 同學 都對他另眼看待 甚至歧視他 我下鄉去 將他寄養在別人的家 他就成了野孩子 現在國仔很不容易成家立業 我再也不叫小賊去從政 跟著共產黨是沒有好下場的 國仔和我說 我都知道法輪大法好 我亦斷斷續續跟你練過兩年 但是 我經不起共產黨的迫害 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工作 由於劉軍腦血管不斷滲血 他不斷嚴重的抽筋 身體逐漸的萎縮 一隻手像面條一樣的軟 不能拿東西 另一隻手就嚴重收縮 縮成拳頭 就再也伸不直了 劉軍非常後悔的話 我這些都是報應啊 我罵過李老師 罵過大法 燒過大法書 毀壞過李老師的法像 講法錄音帶 錄像帶 我還往死裡面打你 我每天都被劉軍放大法師傅的講法錄音 或者和他一起學法 不斷播放《九評共產黨》 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解體黨文化 神傳文化等的音頻 我問劉軍 你願意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嗎? 他說 願意 我早就想退出了 我又問 你願意發表聲明 向大法師傅和大法認錯嗎? 他說 我願意 我幫他寫了嚴正聲明 我問 你願意控告我守江澤民嗎? 他說 願意 這個魔頭 可將我害苦了 用我的真名實性控告 我寫好了之後 讀給他聽 他很滿意 我幫他把素肝臟 發到最高檢察院 和最高法院 我說 你病好之後 先做什麼呀? 劉軍說 我先去救人 我要將我們這一批鄉鎮裡退休的 入過黨團隊的 都和他們退出來 還有 我還要繼續練法輪功 雖然大法師傅被劉軍延長了壽命 但是由於他的罪孽太大 身體狀況不斷惡化 他的腦血管不斷出血 每出一次血 他就往死裡面的抽筋 一次抽得最厲害的時候 他的上下牙 死死地咬住了舌頭 把舌頭都咬出血 我怕他把舌頭咬斷 我就叫開他的牙 在上下牙之間放了一根筷子 後來劉軍抽得越來越頻繁 他感到生命的危機 他總是說 你不要離開我 你不要離開我 我好像隨時要死了 我安慰他說 我不離開你 我時刻都會在你身邊 你會好起來的 隨著劉軍身體的惡化 他的神智時而清醒 時而模糊 身體瘦得就好像木乃伊 他一陣陣淒慘地叫哭 哎呀 他們把我綁起來打我 我好痛呀 你快點拉開他們啦 快點啦 救救我呀 我說 誰打你呀 他說 兩個穿著黑衣的人 拿著棍打我呀 有時他迷迷糊糊地在這裡說 哎呀 我好冷呀 這條路好黑呀 一個人都沒有 我好害怕呀 你跟著我一起走吧 我說 我不跟你走 你應該跟我走 他說 但是 我不往前走不行呀 劉軍臨終前 表現得更讓人感覺恐怖 他大聲哭說 媽媽媽媽 你來接我啦 劉軍七歲的時候 母親就去世了 我說 你認得你媽媽 穿什麼衣服呀 她在哪裡呀 她指著屋頂東邊說 我媽就在那裡 穿著一身白衣服 她說她來接我呀 就這樣 她早夜不停地在這裡哭 哭了三日三夜媽媽媽 直到喉嚨都沙啞了 醫生說 已經沒什麼辦法了 2017年9月的一日早上 好像往常一樣 我將因為腦出血 癱瘓了三年多的劉軍扶起來 準備餵他吃飯 我還開玩笑的跟他說 哥仔小賊這兩天都沒有回來看你 等他回來 我們打他一頓 他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 點了一下頭 瞬間 劉軍眼睛一閉 整個光膚黃灰的臉 就好像圍膜一樣 滑 落了下來 也就是一秒鐘 我使勁地叫他 劉軍 劉軍 但是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他就這樣 匆匆地離開了 是年65歲 劉軍 這個為共產邪黨賣命 想通過迫害法輪功 從而得到升遷 卻反被欺騙 背著一身的罪孽 懷著悔恨 遺憾地走完他的餘生 劉軍死了之後身體很綿軟 不像身前那麼僵硬 送到太平間的時候 他的一隻手臂軟軟的 一擺一擺就好像活著的人 如果劉軍不是被中共邪黨欺騙 壓迫 不迫害法輪功 不迫害我 他就不會落到如此悲慘的下場 好在劉軍懺悔 退黨 起訴了肛摩頭 消去了很多罪孽 有一次我夢見他 看到他滿面紅光 但個子矮小 身高頂多是1米6 已經不再是1米75的大哥子 他正在看幾個人下像棋 他看了我一眼 但是沒有說話 看起來 劉軍活得還算是開心 可見他沒有下地獄 去了不同的空間 我想這樣和他生前的悔過有關 這篇文章 主要是寫給那些 曾經 和還在死心塌地 迫害法輪功 為共產黨賣命的中共各類人員 當我看到那些迫害法輪功的人 將面臨的悲慘下場時 慈悲心促使我 將劉軍申前因為迫害法輪功 而遭到淒慘下場寫出來 希望能使他們 從中吸取教訓 早日醒悟 據我知道 現在僅何不散來水縣 就有不少黨政官員 和610 公檢法師人員 因為迫害法輪功 而遭惡暴被拘捕 被判刑 有些得了各種的疾病 痛苦不堪 苟治不遇 有些已經死亡 不管是在職的 還是退休的人員 只要你聲明 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不再迫害法輪功 並從實際做起 你就有救 就可以避免人間的大審判 和死後的地獄之苦 看看你們身邊死去的劉軍的例子 你就知道 迫害法輪功的悲慘下場 及及時悔過的出路 當然 全國各地還有數不升數的類似實例 如何把握命運 你們自己心思 這個不是危言聳聽 更不是恨災樂禍 你們當初 都是為了等待法輪大法而來的 但是你們卻被中共的無神論 進化論 反天反地 反神佛 反人類的歪理邪說所迷惑 反對法輪大法 迫害法輪大法 已經罪孽如天 如果現在你們能悔悟 為事還未晚 我希望 每個被捲入 迫害法輪大法的罪惡中的人 立即停手 走回人間正道 走盡億萬年等待的宇宙大法 真、善、忍、忠理 返回李先天善良的本性 劉君走了 但是他的教訓 卻會永遠警示著人們 以上文章是來自明慧網 原何不來水縣 永陽鎮 邪黨副書記 劉君臨終前的懺悔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